不得行 这个事情不商量 妈 我没说不学 我只是觉得 咱能不能不学芭蕾舞 我觉得 我搞得他不太适合 他也不喜欢 你别说他不喜欢了 我也不喜欢 那压腿多疼 你不喜欢他就不喜欢 还说你呢 你当时就没好好学 我到现在都后悔死了 这个事情不商量了 我说了算 就这么定 就是那种 可以专门学表演 学社交的班 社交还用学呀 那不基本靠遗传吗 你觉得他遗传谁了 我已经连续过那边老师了 先呢 带他去体验一下 如果觉得好 我当场就给他报名 这钱必须得花 支持 初一啊 妈妈呢 想给你报一个口才班 可以学朗诵 学表演 还能认识好多新朋友 好不好 我不要 不能不要啊 听你妈的话 社交很重要 你没有社交就没朋友 没朋友就没资源 没资源长大了 你怎么在社会上混呢 听话啊 听你妈妈话 最近见到彬彬没 我最近那么忙 哪有时间见开 不是我说你们啊 这做姐姐姐夫的 对弟弟太不关心了吧 我觉得是他太潇洒了吧 你看那朋友圈里 他不是在滑雪 那就是在滑雪的路上 就算我想见他 他也没时间见见我的 我知道他老出去玩 可是你没看那照片吗 全是罗汉局 都把我气死了 这种事他自己不着急 谁能帮他上坑榜 你这个做姐姐的 你必须得给我上心 听到了吗 听到了 不过吧 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你知道吗 你呀 等我忙完了 我忙完了这阵 我一定帮你好好找的 你莫哄我 我看你空的时候 也没有好关系 怎么老数了我呢 我们这都来一周了 冰冰也不来看我们 他没跟你说吗 他在新疆滑雪呢 他这两天就回来了 我给他一打电话 就挂我电话 你跟他说啊 只要他一回北京 你让他立刻马上来看我们 他也不像话 好可 包在我身上 他不像话 这样拍打一下 我们的小块放松 放松 好可怕 好了 我可以不服了 小五毛 不行 那需学 没有 那我妈学过舞蹈梦 当然学过 那我也没见我妈体质好 她没好好练 博宝 来来来 今天非常简单 来 我们压压 我们的小块坐下来 来来 对 然后把脚心 对在一起 对 你看这不下来了吗 是不是 我们的小脚背 真漂亮 是不是 脚背绷起来 真好 特别棒 特别棒 博宝 博宝 来 来来来 咱们快要摆正 不然会伤着的 来 左脚上 呼吸 腿伸直 腿伸直 好痛 放松 放松 呼吸 腿摆正 腿伸直 腿伸直 来 您好 您是Emmy老师吗 你好 你好 我是杨楚怡的妈妈 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的 你好 你好 你好呀 楚怡 我是安宁老师 楚怡 叫人 腼腆过头了 没事 来我们这儿的孩子 一开始都腼腆 两周以后就爱说爱笑了 那太好了 那楚怡 跟老师进教室玩 好吗 妈妈 去吧 去吧 没事 勇敢啊 放心吧 我们把刚才学的绕口令 再来一遍 好不好 好 预备 起 蓝教练 不是蓝教练 是蓝教练 不是蓝教练 停 停 停 淑姨 你怎么不开口啊 这样 你自己说一遍 好不好 我们掌声鼓励 加油 蓝 蓝教练 不是 是蓝教练 不是蓝教练 是蓝教练 我不会说 好好好 那先不说了 我们再说一遍 你在旁边看着 好吗 来 那我们再来说一遍 好吗 好 来 预备齐 蓝教练 不是蓝教练 细行维护 欢迎给你下次播 这好这好 土豆不错 老伴 老伴 老板 来了老爷子 土豆好多钱 土豆五块钱两个 五块钱两个 划算吧 来点 人多吃不了这么多 撑着一个大呢 三块五 好多钱 三块五 好多 你钱 老爷子 这是一块五 这个三块五 对啊 两个土豆五块钱 你 你那个三块五 我想要的是这样 一块五 走 郭宁 都买你东西了 送个香菜不 不送 好 口本啊 走 郭宁 这还行 老爷你够了 老爷 老爷你把这招教我 我也想学 真的想学啊 你得对老爷好一点 好好好 说定喽 初一妈妈 真是抱歉 我本来是想着 大家一起补掌加油 这气氛一轰缩 初一就开口了 结果没想到 没事 没事 我知道她啥样 那老师您看她这个 还能解决吗 没事 慢慢来 不着急 行 我跟她已经交过钱了 那我们家初一 就拜托你们了 好 那您让她回家 反复多练习 下次争取先开口 初一 你们说错了不要紧 要大胆地先开口 明白吗 嗯 跟老师说拜拜 拜拜 拜拜 那抱完拍 不还得我回家盯着你 我拿你怎么办啊 走吧 回来了 回来了 妈 老二 我跟你们说 我老爷真的是太牛了呀 我那三块五的土豆 那是一块五就拿下了 素包子的价格 没俩猪包子 那大蒜大冲 更不用钱的男人 早知道 我能学会这些本人事 我都不知道 能吃多少顿炸鸡 爸 刘果宁 这乱七八糟的 胡说些什么呢 你丢不丢人啊 我们家缺那点钱吗 你在家里算 你抠门也就算了 你这 这教孩子 什么呢你这事 啥子抠门 我教他节俭 什么节俭呀 你这就是占小便宜没够 我觉得我老爷做得挺对的呀 那有便宜不占着 这不脑子有问题吗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滚宁 你能不能学点好呀 爸 这孩子学好不容易 学坏快着呢 刘果宁 你觉得你贪别人的小便宜 我告诉你 那就是损害别人的利益 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没有 妈咯 你们听我说 那占便宜是不是要动脑子 动脑子是不是要付出脑力 那这便宜 不就是付出的收获呢 你别在这儿跟我讲歪理 我告诉你啊 你耍机灵占便宜 让别人被你揍一顿 你都没地儿说理去你 那我 行了 从现在开始 禁止你和你老爷在上街 过分了好 不过分 我告诉你 禁止你带果宁出去 还有留国宝 对 什么玩意儿是这钱的事 不带就不带 把个稀的带 老 老爷你就这么卖我了 刘果宁 你还不去写作业 你怎么不说话的 姑娘 说话就那么难吗 除河日当午 汉迪河下土 西夜啊倒是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能不能迎合我一声啊 你哪怕冲我喉两嗓子 好不好 妈妈 好好好 你又没有个正型的 啊 小明儿哄你是吧 那十五平时哄你的时候 我怎么没看你有多高兴呢 我现在很压抑 我想爆发 爆发什么你爆发 那咱俩吵一下 我让你爆发爆发 我听谁说话呢在这儿 更年期到了 我 还生气呢 能不起 果宁现在这个阶段 是挺麻烦的 绝好不容易 学坏一出了 所以我就不想他这个寒假 这么白白地浪费了 整天无所事事 现在跟家长会李老师 盯住我们这寒假 一定要盯着过您的学习 我当时就想着 寒假给他报一个辅导班 但是我就觉得这是 违背线下教育制度的 我就没提这事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不说呢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啊 那你有这想法 现在也没用啊 你压根就找不着这补习班 别说补习班了 你家教现在可能找不着 我就真的找不着个补课的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你干吗 我问一下万能的朋友圈 我估计你发也没用 还真有人回你 不是 是带兵回来了 说周末要来咱家看爸妈 把带兵回来了 来 爸 好久没见了 这张衣好美 这张衣好好看哪 讨厌 我也有单股车票 四头鹿骨骨骨骨大 给我小牌 二 这张衣好美啊 i know you